我也想说其实 妈妈的爱啊 如果说你表达出来的是在控制 占有 甚至是你希望她为了陪伴你而 强烈地让孩子在你身边那种爱 那种爱对于孩子的心理感受 她的本能反应是我要挣脱 如果你真的爱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认为她在天津可能活不好 就认为我就要你回来 你就要在我身边 我需要你 你去哪里都不行 因为我开始就问了 如果女儿在北京找到工作 她愿不愿意 她就说了不愿意 天津给她太大压力了 所以这个问题 对 蕾哥您说的非常 我完全认同 你的问题是在于 你认为天津给我太大的压力了 我要去别的地方 不是职业发展压力 对 我知道 我明白 是感情压力 我把这句话说出来 如果小王你再真的像你说的那么优秀 你那么自信的话 我今天就在天津告诉我妈 你们谁也不要管我 我做的有一天比我哥好 你敢不敢 不不不 果然你这叫偷玩太平 是个 你就是成全偷玩太平 等一下 为什么她要比哥做得好 不是 为什么 因为她在跟她哥比 不是 是她妈在拿她跟她哥比 那现在小王呢 为什么就除了天津不行 就是因为我要出去 要远离你们 对不对 因为天津的爱太多了 如果小王你更加优秀 更加坚定的时候 我在天津面对这么大的爱的时候 我还能做到更好 那你更厉害 那才叫逆反呢 那叫厉害 那是她真正的成功 她不用证明自己多厉害 她就证明独立 可以奋斗就行了 那问题来了 如果这个最优秀的机会 恰好就在天津 是在你所有选择里排第一 你回不回来 没来 阿姨 这没问题 阿姨 您先别说 这个要问小王 这个您的回答 恰恰证明了你在操纵她的一切 太掌控了 真的 没有给她机会 知道吗 要给她机会让她选 跑得越快 如果有类似58集团 58到家 这样的好岗 好集团 好公司 好岗位 就在天津 既能够给你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 也能够一定程度上 消解家庭的矛盾 缓解母女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 你愿意接受吗 你会考虑吗 会考虑 你们是不是准备让我接下来站起来 不不不 是吧 你们是准备让我站起来 站到台上 然后进行求职是吧 然后在场六个人就一盏灯 东叔把灯一拍 咱这事就结了 好 我们的不吐不快就到这里 接下来进入道理 这次职场真心话